这本书的名字很好 叫做更富有 更睿智 更快乐 当然如果再加一个更健康就好了 这样人生基本就圆满了 我相信很多人在看到这个书名的时候 首先会想到的就是 被富有这两个字所吸引 但我认为如果只是富有 那么并不能够让你真正的幸福 幸福是要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 达到一种平衡才能够幸福 比如很多有钱人一样会不快乐 一样会得抑郁症 那就是物质太充裕了 精神太空虚导致的 就像个天平一样失衡了 当然你物质太贫穷 精神很饱满那也不行 比如一些艺术家 他的结局其实也很惨 比如那个樊高 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他极端到 甚至把自己的耳朵都割了 可见那也不会太幸福 所以追求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 达到一种平衡很重要 不要只极端的去追求某一项 要两条腿走路 这样才好 今天刚好看了一部电影 叫做孤注一掷 里面很多人被骗 其实就是贪念太重 利益熏心了 凡是能够让你快速致富的方法 基本上都写在刑法里面 也基本上都是骗局 所以千万不要相信 确实很多人都有投机的心理 想一夜暴富 但这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比如很多人要买彩票 很多人炒股 很多人炒房 很多人炒鞋 比特币之类的 基本上都是一种投机的心理 你看炒这个字其实就带有投机的这个意思 不要被一些小概率的事件所迷惑双眼 这其实都是一种叫做幸存者偏差 这么一个概念 就像我们的朋友圈 基本上很多人都在晒自己的幸福 不愿把自己最落魄的时候 晒出来是一样的 你每天看到的朋友圈呢 基本上都是看到别人的幸福 以为全世界人都很幸福 就自己最惨 其实真相不是这样的 人们都愿意晒自己的快乐幸福的时刻 而不愿意把自己的痛苦悲伤的时刻讲出来 让别人觉得自己很笨 所以说你看到朋友圈 其实只是你认为的幸存者偏差 不要把这个小概率事件当做全世界人都一样 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喜怒哀乐 家家有本难见的经 我自己在大学的时候就被骗过 当时都流行那个网上购物嘛 那时候可能网上的购物管理也不太规范 所以经常有假麻伪劣的东西 我当时就贪小便宜 买了一部手机 当时是 我看只要三千块钱 原价可能要七八千 怎么卖那么便宜 于是我就买回来 结果一测试发现是个假手机 那个时候要求退货呢 好 别人答应了退货 结果在换货回来的时候 别人给你发了一件烂毛衣 其实方法是了很多 但是最后的结果只能够是举报 然后平台把他的店铺号给封了 但是钱依然退不回来 所以为了此事 我还是耿耿欲怀了很久 就是想我当初为什么这么笨呢 好歹也是个大学生呀 是吧 这样都被骗 所以从那个时候我就知道 要多学习 提升自己的认知 先不说你报复吧 至少不要被骗 现在看当时就觉得很可笑 那么简单的骗局都能上当 也真是应了那句老话 天天上一当 当当不一样 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 我就爱上学习了 让自己每天都聪明一点 现在的我也是 每天一起床了 就开始听书 然后一边洗漱 一边听书 然后或者一边在路上走的时候 一边听书 让自己无时无刻不再学习 所以说防人之心不可无 害人之心不可有 就像《孤主一志》这部电影里面 说的数据 每年诈骗犯能够骗上百万人 每年被骗的金额达到了上万亿 这个规模确实是触目惊心 也导致很多家庭支离破碎 千万不要占小便宜 吃大亏 人是赚不到任职以外的钱的 那么我们回到今天要分享这本书 看看这些投资大佬的一些人生智慧 让自己每天聪明一点点 这本书的作者是一位英国记者 名字叫做威廉格林 他用了二十几年的时间 跟踪采访了超过四十位投资界的大佬 这本书就是他对其中一些投资家的采访记录 书里有一些我们二熟能想的投资大师 比如巴菲特 查理芒格等等 当然也有很多我们没有听说过的 不过他们的智慧 也是能够让我们受益匪浅的 这本书的副标题叫做 世界顶尖投资者 是如何在市场和生活中实现双赢的 确实人生不光是要在市场上博弈 还要在生活中得到满足 下面我们看 第一点就是 放下所有怀疑和顾虑 彻头彻尾的效仿 就是人家从模仿开始 印度投资人帕博来 靠着彻头彻尾的效仿 巴菲特查理芒格等人 取得了高额投资回报 他接受记者采访时 他说这个策略看起来非常简单 但现实中真的能这么做的人并不多 为什么 第一点就是人们总会有倾向 就是认为自己是对的 一旦自己有个主意 就很难前纳其他人的好主意 第二点就是他说的 很多人不像我们这么脸皮厚 他们自尊性比较强 想成为一名卓越的魔方者 就必须放下自尊 但很多人都放不下 第三点就是 因为很多人发现一个好主意的时候 他们会半行半行地试一下 试完了之后 就像这个蜗牛一样 碰一下就缩回去了 这时候我想到了马云说的一句话 就是很多人晚上想想千条路 白天还是走原路 就像一幅漫画里面画的就是 很多人可能还差一点点距离 就能够挖到了金矿了 但是就半途而废了 放弃了 非常可惜 所以这个帕博来认为 这样是不对的 如果要效仿 那么就要全身心投入 这个也就是他行动的一个要诀 无论任何行业 只要你肯扑下身子 效仿行业中最顶尖高手的玩法 那么你都能够取得一定的成功 当年华为在引进IBM的管理顾问时 任正非就定下了一个方案 就是先僵化 再固化 再优化 也就是要不折不扣 全盘接受的效仿 最先进的这个管理方式 先从模仿开始 然后逐渐建立自己的风格 正是在这样强大而僵化的自我革命中 华为最终成为了国内 甚至全世界最先进的这么一个高科技公司 在现实中 人们往往最不喜欢效仿 而更喜欢有个性 做自己 但是真要做到做自己 其实是非常难的 比如巴菲特 马斯克 你别看他们特立独行 但是我看他们传记 他们都是一个非常自律的人 他们现在的这些成果 都是用他们的自律给换来的 所以在你每次想要张扬个性的时候 你都要问问自己 你是足够自律吗 你足够的有资格吗 就算这些都有了 在我们国家你也知道 枪打出头鸟 凡事还是过犹不及 也好 所以作为一个普通人 千万别打着坚持自我的旗号 拒绝效仿成功的人 因为真正能够坚持自我的人 其实是粪毛麟角的 所以大部分人常常也是处在怀疑自己 也怀疑别人的摇摆中 虚度世光而已 这就是我为什么崇拜巴菲特 查理芒格 马斯克的原因 并不是因为他们多有钱 而是能够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 宝贵的人生经验和智慧 宽建巴菲特 一直住在他的房子里面 五六十年没有搬过家 而且他也没有买豪车和游艇 或者私人飞机 而是每天非常自律地看书学习 做自己擅长并喜欢的投资 所以他能够成为我的榜样 让我学会不以物喜 不以己悲 第二个童书里面学到的点就是 以忠为始 英国投资人尼克觉得 在生活中 目标分析法也是一个实用的工具 比如你的目标是在年老时保持健康 那么你就倒推 要提高实现目标的概率 你现在需要投入什么 比如营养 锻炼 减压 体检等等 还有如果你想让家人和朋友 对你的感觉更好 你可以想象一副最终的场景 就他们正在参加你的葬礼 然后这时候你问自己 现在的你要怎么做 他们才会特别怀念 与你在一起的岁月 或者你做了哪些事 会让他们根本不怀念你 像这样 以明确终局为目标 然后倒推自己 应该做什么 不该做什么 就是目标分析法 在工作中 以终为始 规划自己的工作 已经算是 时长同时了 但是 在我们的人生规划里面 好像很少有人采用这样的策略 通过加上自己年老时候的样子 甚至葬礼的场景 来倒推自己 现在应该做什么 怎么做 我曾经读到一段话 大意是说 假如人生从80岁开始算起 那么我们的效率 收获 都比现在要高很多 因为人们如果知道 老年意味着什么 就会更加珍惜时间 珍惜生命 生命固然不可倒流 但我们却可以通过假设 来改变我们对生命的认知 我们可以想象 当你行将就木 马上就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你希望看到自己的一生 是怎样的呢 当你年老多病 生活处处不变的时候 会后悔自己做过什么 还有没做过什么呢 比如工作 你的一生更是需要认真规划的项目 因为你自己是这个项目的唯一责任人 也是最终的结果承担者 所以找时间给自己的人生 做一次认真规划 好让年老时的自己更好些 再好些 这很重要 不要像梧桐苍蝇一样乱撞 那样大概率只会处处奋毙 第三个让我们从这个书里面 学到的知识点就是 巨沙成塔 每天进步一点点 书里面讲了美国投资人 盖娜的故事 他在干了投资之后呢 体重逐渐上升 终于到了90公斤 于是他决定开始减肥 他跟朋友们宣布 在接下来的十年里 他每年要减掉0.45公斤 是的 没有听错 一年减不到一斤 那有人就问了 这也算是目标吗 他说我的目标就是这样的 积少成多 每一天都比前一天做的好一点 不断进步才是关键 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自己的减肥计划 一般来说 每个人都是定的目标 每个月减个两斤 然后控制饮食 加强运动 成果确实是有 八年内 或者一年内 能够减掉八到十斤 但是用不了太久 体重在随后的一到两年内 又会回到原点 完美演绎了一个 波浪式前进的范例 看了干扰的故事 让我们知道了 这个问题的所在 就是贪心是很多人 减肥失败的根本原因 就是很多人减肥计划 看起来不难 每个月就是减两斤而已 也就是一次清断食的事情 但是如果你把这个计划 扩展到一年 那么就变成了 一年减重24斤 那这个目标 就非常难以完成了 所以当我们的体重减去 八到十斤后 再往下减的速度 就是可想而知的难度了 而到这个时候 自己的热乎劲过去了 减肥动力也不存在了 那么体重就开始反弹了 所以如果像盖纳一样 把目标定在 每年减掉两斤 不仅需要锻炼的强度 小很多 而且对饮食的要求 也会少很多 实现起来也会更轻松 坚持下去 用不了五到六年 其中就能够在 不知不觉间减掉很多 所以说 进步的关键在于 每天往前走一点 而不在于 一步跨越上海 要给自己定一个 稍微跳一跳 就能够到的目标 让会更加切合实际 如果你定的目标太高了 那么逐渐 自己也会没有信心 从这本书里面 我学到第四个知识点就是 你如何定义自己的富有 书里面讲了 音乐家 鲍勃玛丽的一个故事 她被人问道 你是个富有的人吗 玛丽问 你说的富有是什么意思 记者回答道 你有很多财产吗 银行里有很多存款吗 玛丽反问 财产能让你富有吗 我没有那种财富 我的财富就是我的一身 可以看见 这个玛丽的回答 是非常的精妙的 现代社会 虽然不缺乏书籍和信息 但由于知道 人们生活的价值观 就变得越来越单一 很多人都以为 有钱就是唯一的价值观 所以现在虽然 有钱人越来越多了 或者说 人们的总体财富越来越多了 但是快乐 却是越来越少了 就应该原本 应该最快乐的 孩童时期 也变得现在 越来越不快乐了 我看到很多孩子 被所谓的补习班和兴趣班 然后填满他们的节假日 他们也很痛苦 但实际上 生命是一个单向独的旅途 再有钱的人 也买不到更多时间 每个人都是 不可逆转的走向中间 所以说 这世界上最公平的就是 每个人的时间都一样 就看你怎么利用你的时间了 我不知道是否有人希望 自己在生命中间的时候 回忆里面 都是自己的银行卡余额 有人会说 科技进步 会无限延长人的生命 但是如果人类延长生命 只是为了增加自己的资产余额 提升自己的财富水平 那么我倒更希望 我自己拥有一个 短暂而丰富的一生 由于无限资产 却缺乏体验的人生 不应该成为这个社会 这是我欢迎的一个生活形态 作为一个普通人 其实大概率是成不了 这个世界上最有钱的人的 但这并不意味着 我们的人生也是贫乏的 所以只要我们能够拥有 开放平衡的人生态度 努力去体验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让自己的生命 充满各种不同的回忆 那么我们也就拥有了 富足的人生 趁着时间还早 世界还好 勇敢去体验吧